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Tan 欢迎来到开箱时间 那今天开箱时间呢杨大学不在啊 因为他还养着呢 但是这期视频内容还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会开很多大家特别期待的鞋 这些鞋其实都已经过了发售日期了 所以说我也没有打算单独做视频 但是坐在一个合集里面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很想看的 尤其是一些2月份到3月份 特别受瞩目的一些乔蛋的发售 乔治三 季游赛配色 我是没有想到这个鞋会摆卖 我想说这个配色怎么着 应该也会受到一些尊重 但是很明显大家对于乔治三就是不买账 所以你不管什么配色出来 我就是不买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于真正喜欢中双鞋的人来说 你可以两双三双的买就无所谓 其实拿在手里面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点 可能是我的膝带太低了 但是这双鞋的确做工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我的两只鞋内侧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内侧的 它的缝线 我把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在前面有一些缝线它没有缝完 我不知道大家拿到的鞋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这是Nike店里买的 鞋头皮感觉比之前的一些翘13复刻要好一些 摸起来也要软一些 再来就是整个鞋型 这个其实没什么办法了 它就是很翘 这个鞋头就是很翘 也有很多人觉得翘好看 你觉得好看 那这双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咱们拿10年的复刻 跟这个新复刻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拿在手里面其实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的就是10年这个复刻的皮具 是要稍稍控好一些的 但是你说有好多少吗 倒是也没有 因为这个鞋刚出的时候就被人骂 说质量不好 然后鞋型不好 什么都不好 这一次复刻的话 当然就是继续刷新下线 继续刷新这下线 配色上来说 当然两双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细节处的话 其实新复刻是更加回归元年的 大家可以看到鞋舌上面这个圈的颜色 其实10年复刻是要发绿一点点的 但是新复刻的话它是发黄的 包括前面这个Jordan的标志 10年的复刻也是偏绿一点点的 然后新复刻做的还是非常忠于元年的 鞋底的话 其实也是新复刻比较回归元年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部分用的是灰色 而10年复刻的话就是红色 再说一些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10年的复刻整个内衬 还是要比新复刻要厚一点点的 现在的新的乔13复刻 基本上从这往下就是空的了已经 但是越老的复刻 其实它里面的填充就会越厚 穿起来就会越舒服一些 总的来说这次复刻 我可能能给到一个6.5分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配色 因为这个配色真的是很经典 乔185 这个是熊猫配色 也就是黑白配色 鞋盒的话还是一个85鞋盒 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打开了之后咱们看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拿在手里面看 这次我感觉是有点着急 不得不说就是85的鞋形是真的好看 每一次看到的话都会觉得真的很漂亮 做工问题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各种异胶各种线头 然后各种皮面不整不平什么的 然后各种划痕 不怪大家骂 这个的确是有点过分 每一个切面基本上都不平 这是另外一只 然后这边还是有元年的这个吊牌 随起来附送了一个白色的鞋带 这次这个鞋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像我这个右脚其实是很正的一个鞋形 另外一只的话 这个后跟有点往后 它有点往后倾斜的 鞋面材质其实还可以 就是标准的85材质 只不过它的coating用的是比较硬的 coating用不代表这个鞋的皮不好 但是也不能说明这个皮好 只不过这个皮我觉得就是跟普通的85是差不太多的 问题还是出来做工上了 不过你是买来穿的话 我觉得这双鞋还是没毛病的 颜值是没问题的 综合来讲这双我可能会给7分鞋型 然后配色绝对是经典 也是元年配色 但是做工真的是差的一塌糊涂 用料的话我觉得中规中矩没什么问题 至于说现在这双鞋的二手价格 我是不推荐大家买的 因为我觉得潮的有点高了 刚开始出的时候我看也没什么人买 然后也没什么涨头 很多人都在骂 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一夜之间它就起飞了 小23兔年的配色 这个也是到了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做开箱 鞋盒本身我觉得没人可说的 但是上面它会有一个大理石一样的质感 画纹 看着还是有一点点高级的 大家手里面第一感觉就是鞋头有点肿 就鞋头这个部分感觉有点高 然后有点宽 当然所有的复刻做回来之后 都会偏肿一点点 那鞋面的材质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 元年的乔23其实没有太多用这种皮的 要么用漆皮 要么用那种比较粗的那种牛皮 像质感这么细腻的皮 其实元年还真的没怎么见过 我印象中是没有过的 那这一次的配色本身做的也还是可以的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不喜欢的就是侧面的这个花纹 特别的不走心 特别的不走心 我也不知道这个花纹代表了什么 因为原本的23那个花纹 其实设计是特别讲究的 后盔这个小旗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做工实在是 已经拧拍了 拧拍的不行 干脆给大家拿一个乔23的元年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头 是不是新复刻感觉要更臃肿一点 包括鞋头处的打孔 也没有了 然后侧面这个花纹 大家看元年的有多漂亮 我是觉得 如果你能做回到元年的花纹的话 这个配色将会非常漂亮 因为整体的颜色 我觉得选的是非常好的 再来就是鞋舌里面 不再是指纹 而是一个兔子的图案 然后这一次内衬的材质 包括外面这部位露出来 然后整个内衬的话 其实还可以 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你换一换 可以理解 不一定非要做成像元年23的这种质感 这个也是23上面很标志的一个设计了 这个内衬 但是新复刻这个版本我觉得并不差 我还蛮喜欢的 摸起来的话挺舒服的 但是应该不太耐脏 穿久了之后可能就全都黑掉了 综合来讲我会给这双可能7分 我满分10分就7分 兴兴的是23还能继续做复刻 但是让我失望的是 它上面有很多东西并不能够做好 鞋型包括做工 包括图案的设计 都是让我有点点小失望的 接下来这两双鞋来自于阿里加斯的C顶 全都是全屏期间送的 第一双就是哈登巴的一个银色的配色 其实我已经穿过了 本来是没打算穿的 想开箱之后再穿 但是因为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所以说这个鞋盒最后我也扔了 直接就穿到机场 这个配色原定应该是给哈登在全明星上穿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哈登并没有能够进全明星 其实本来都是预估它会进的 所以说全明星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围绕它展开的 然后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见到它的 结果到最后就是事与愿违 如果你已经入手了哈登7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分享一下你的入手感受 是不是跟我一样经验 还是说你不是特别喜欢这双鞋 我比较好奇看看大家的想法 接下来这双鞋是一个三叶草的盒子 这是一双Revery Low 其实Revery也是阿里亚斯今年比较主打的一个复古鞋款 然后我要开的这个配色 其实就是我在活动上穿的那个配色 这个问的人还蛮多的 可能是拍起来比较帅 这鞋穿在脚上真的也是挺帅的 以灰色为主 然后中底的话是一个有点像生雕底质感的 但是其实是一个果冻底 然后材质做的真的挺棒的 包括什么皮内衬 皮鞋垫 然后整个鞋面做的都是非常厚实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鞋头做的很扁 Revery做过很多次复刻了 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一次复刻 是相对来说最用心的一次 整个鞋型都做了很棒的修整 再来一个就是像这个版本的话 它用的是一个圆头鞋带 我觉得圆头鞋带是这个配色上面的一个点睛之笔 这个整体是大大的增加了这双鞋的潮流属性 整个穿搭属性一下就出来了 如果是用扁头鞋带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中规中矩 所以这个圆头鞋带我觉得搭配的非常经典 脚感方面的话非常负责的说会比forum更舒服一点点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鞋比forum要更晚发售 就元年来说因为这个是86年的forum是84年的 我可能会给这双鞋8分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复刻 然后也非常被低估 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因为价格现在买起来应该也不贵 接下来两双就是来自亚瑟士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古的Geli3的盒子 大家看这个鞋标 Geli3 07 Remastered 那就是它出的这个super系列的新配色 一个是super黄 一个是super orange 大家觉得是super orange更好看 还是super yellow更好看 orange配色给我的新鲜度可能稍稍高一点 因为这种配色其实很久没有见了 然后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干净 不得不夸的就是这一次鞋型的确是非常高水准的还原了 其实这一次两双鞋都是附了这个圆头鞋带的 当然这个必须得有 但是并没有直接放在这双鞋上 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我自己穿的话肯定会换成圆头鞋带 因为这个应该会比较对味 再来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鞋舌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fag的刺绣 这个也是不多见的 大表格的配色通常没有任何的名字在上面 除非到年底会有更好的服务跑鞋出现 不然的话到现在为止 这两双鞋应该是我今年最喜欢的服务跑鞋之一 肯定会进入我Top10的 super yellow super orange 这个真的是帅爆了 第二双鞋来自李宁的韦德之道 然后打开了之后 里面其实是有一双个袜子的 这个袜子好帅 哇塞 这个袜子我太喜欢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李宁的标 这个都还好 然后这是一个标准的篮球 但是后跟的话它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大家看到吗 哇塞 这个摸起来也特别魔幻 另外一支的话是韦德的logo 米兹logo 谢谢 这个袜子我太喜欢了 这个是情人节配色的韦德之道10 D邦 这个配色上面最点睛的地方 就是在侧面这边有一个键 然后有一个陶芯 上面写着wewe10 后跟的话有一些小陶芯的细节 什么的 后跟这个logo 好像也是材质不太一样的 大家穿过D邦的话 能不能分享一下 D邦跟中邦之间的一个穿着差距 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而且我自己特别喜欢 为了绕食上脚的感受 虽然我只是穿过它头头篮 我没有真的去打球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球了 但是就从上脚的第一感受来说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鞋 最后一双来自AVIA 880刚开始要复刻的时候 我就特别关注 但是因为北美这边买不到 它的官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发售了830 但是880的话我是没有看到在卖 也许是因为量太少了 都卖光了 我也不确定 我觉得这个配色并没有最开始发售的灰色好看 但是也算是蛮好看的 这个白绿的配色 你也可以说现在什么LV Trainer的味道什么的 但是LV Trainer是肯定接见了这双鞋的 其实它在AVIA这个品牌 我自己了解也是不多的 因为它毕竟最流行的还是在70 80年代 在NBA还是有很多人穿的 包括像批蓬刚进NBA的时候穿的也是AVIA 像我小的时候上场里也都还有AVIA的专柜的 但后来一瞬间就没了 这个牌子就不知道哪去了 880的话其实是一双内线的算是中锋鞋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超高棒的设计 然后侧面的话这边是一块超级大的TPU 这个皮的切面真的是没谁了 打开这个魔术贴 然后鞋售上面它写着Ford Inside Game 内线穿的鞋 内衬的话用的是这种Neoprint的材质 然后里面的话用的慢回弹的这种海绵 这个鞋垫久违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鞋垫了 尤其在服务篮球鞋上 大家看到它是一层这种很厚的Ortholite材质 后面的话是这种硅胶的 相当于做了这么一个Cage 这个鞋垫的设定真的是久违了 真的久违了 我觉得这个鞋垫都可以拿下来放在别的鞋里面 脚感瞬间提升了 以上就是本期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双鞋 我自己其实都很喜欢 但是你要说惊喜度最高的可能还是这双AVIA 其他的鞋其实很多都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包括像乔丹的这些复刻 基本上就在我意料之中的 但是其实我也都挺喜欢的 不然我也不可能自己去挑钱买 是吧 如果你看到了最后 千万不要忘了帮我CokeE 也希望大家能有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是Ten 我们下期见 拜拜